我们从今天开始才正式进入到宋词 在这以前我们讲的是唐代的词和五代的词 包括唐代的民间词 唐代的文人词 五代的主要是西手的词 南唐的词 这四大块 大家注意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宋词 这个宋初的最初三十多年 它的文学并不繁荣 它有一个孕育和成长的时期 三十年以后 宋代的文学就开始走向繁荣 这个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词人叫潘郎 这个人呢 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的词不多 但是写得特别好 我们通常看到一些讲宋词的人呢 往往都不太讲他 可能就是因为他的作品不太多 其实有时候我们评价一个词人不在于他的数量 而在于质量 你看潘郎 自逍遥 好逍遥子 广邻人 就是扬州人 他最初啊 是在这个开封啊 卖药 古代的文人 很多都是精通医道 像杜甫就曾经在长安卖过药 所以此人也是一个卖药于开封的人 他在太宗自道元年 你看这个时候宋朝的建国已经有350年了 在这个时候因为一个宦官王继恩的推荐 后来遭对于从政殿赐进士基地 他的进士不是考的 是皇帝赐的 这有点传奇吧 然后呢就当大学教授 这个国子助教啊 国子就是国子建 是中央最高学府 助教就是教授 比现在的教授的地位还要高 后来呢 做卢多逊党 不幸被牵连到卢多逊的党派之争里面去 后来这个皇帝很有特色 很有个性 把当时授予他这个国子助教的诏书 追回来了 把诏书都追回来 不承认的 那怎么办呢 那在开封就待不下去了嘛 怎么办呢 便姓名改着身符 常立于中条山寺院 就改姓换名 然后穿一身和尚的服装 到了中条山 一个寺院里去隐居 到了真宗贤平年间的时候 又过了一个三年 三到五年 又回到金师 回到金师 被开封抚引 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来 但是这个真宗这个人呢 他和太宗不一样 亲自拾其罪 就说不仅是免除了他的罪过 还给他一个官 渠州参军 这个渠州就是后来啊 欧阳修 写罪翁廷记的地方 最后住于四周 你看这多有传奇色彩 和普通人不一样嘛 潘党的诗是比较为当事人所看重的 苏氏认为 他的诗的成就 不在十年年和苏信心之下 他的作品叫《逍遥记》 全诵词收了他十一首词 你看九圈子 大家读一遍试试看 九圈子开始 《逍遥记》 你看这词大家就不太熟悉 是吧 所以就读的就不是很 不是很这个很有的 一阳顿挫之感 但是这词确实是很好 他是写这个 前唐江关朝 每年的八月的时候啊 在前唐江口啊 就涌起大朝 那个潮头就直接竖起来 潮头臂立 高达藏羽 波涛藤勇 极为壮观 尤其是每年的英历 八月八日 最诗 他就写这个关朝的底下嘛 他说 常义关朝 回忆在前唐江关朝的时候 满国人争江上亡 我就是成国嘛 整个城市的人 倾朝而去 在江边上看关朝 是吧 倾城而去 写场面 下面你就看 写朝吧 朝来的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来一沧海 尽成空 来的时候就好像 整个海水都过来了 都灌进来了 万面古身中 轰隆轰隆地想 就像万面古身 这个时候 出现了一种人 弄朝儿 弄朝儿像桃头立 手把红旗 旗不失 这个弄朝儿 他就在这个时候 他就在朝头上面站着 手里拿着红旗 而且红旗还不打湿 我后来我就看了 我看这个后来 连续看了好几年的 这个浙江班朝 你别说有弄朝儿 敢下水 你更谈不上说是 手里拿着红旗 旗不失 绝对没有的是 所以我说 现在中国人的运动数字 跟那个时候 简直叫梅发笔 第三个注简 在波涛中游戏 细细的见儿 周密武林救世 周密是南宋时候的 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 和词人 他写了多本 这种地方字方面的书 武林救世 就是其中之一 武林救世 杭州嘛 他说观朝条 在武林救世的观朝条 这样写 说 无而善求者数百 善游勇者数百 皆批法闻声 批法闻声呢 手持十夫大采旗 真仙古勇 树迎而上 他是迎着朝头而上 除魔于金拨万刃中 成生百变 而其虐不沾实 这才不打字 以此夸能 我刚才讲的 潘朗什么时候的人呢 北宋初期的人 而周密呢 南宋中后期的人 隔了两三百年呢 你看他的描述 和潘朗的描写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有些东西啊 他不是因为 时代往前推进了之后呢 他就进步的 长期以来 我们信奉一个观念 以为明天 一定比今天好 以为今天 一定比昨天好 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鲁勋先生也曾经讲过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信奉进化了 因为年轻人 一定会比老年人好 后来发现不是这样子 就是这些叫什么 叫严重的倒退 主要是指中国人的胆量 和素质 体质的倒退 写完了之后 这是回忆嘛 他就长一个 现在到最后两句 回到现实 他说别来几项梦中看 梦觉新上海 就离别了 那个观草的场面之后 好几次还在梦中看见 梦醒了之后 还心寒 怎么呢 惊心动魄 梦醒还惊心动魄 你现在有些人 区区一个珠江 很多一个珠江 还了不起 那个豹子 连篇得都得报道 说水水水 很多的珠江 你珠江在古人看来 不过一个小水沟而已 你有什么知道夸耀的 夸耀者就是因为没有见识嘛 所以我们说我们要读古代的东西 当我们讲到要读古代的东西 有人就以为我们这些人 都是一些很保守的 顽固的 没有什么见识的 一天那晚只会说古代 为什么说古代 因为古代好啊 他比这个时候好 所以我们当然要说 当然他也有些不如这个时候的 那我们照样也要说 就是说 识识求识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是吧 这是一首九圈子 你看我这有一段这个解说 区区四十九字 竟把前唐观朝的盛况 朝来时的壮观景象 弄朝儿的卓越表现 以及识人自己的感受 写得有声有色 惊心动魄 潘朗一年写的十首九圈子 分涌杭州的风物之美 与游赏之乐 宋人黄敬一位 放怀湖山 谁亦引勇 雌汉飘洒 非俗子 所可期望 下面我们再看第二首 刚才这首九圈子呢 它是比较壮观 比较豪放 这一首就比较优美 我跟大家读一遍 九圈子 常以西湖 近日平南 楼上望 山山两两 钓鱼舟 岛屿正清秋 笛声一月 如花里 百了成行 胡今起 别来闲诊 钓鱼干 吃入水云寒 你看 不一样了吧 这也是写西湖的秋景 写西湖的秋景 冻尽相宜 就像一幅 这个 有生画 你看 常以西湖 近日平南楼上望 一个地方 可以让你 近日的去望的话 那一定是很美的 试看我们现在 看到的景色 有几个地方 足以让你近日望的 望一眼就够了 所以古人写的是 过去的西湖 你看 山山两两 钓鱼舟 岛屿正清秋 山山两两的 钓鱼船 在西湖上游泳 正是清秋的世界 下面写 笛声一月 如花里 在如花里面 仿佛听到笛声 百了成行 胡今起 说明自然生态环境 很好啊 百了成行啊 下面最后两句 又回到现实 所以它这个结构啊 它很独特 前边六句都是回忆 后面回到现实 闲来就别来闲整 钓鱼竿 离开了西湖之后 闲暇的时候 就整一整 收拾一下自己的钓鱼竿 湿入水云海 自己的湿序啊 就到了那样一个 水天相接的地方 可以想象 那个时候的西湖 一片烟波浩渺 湿入水云海 所以说这首词啊 这个在当时来讲 影响就很大 送到有一个很有名的和尚 叫文银 文银写的本书 叫香山野路 我上次介绍李白的 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就提到过这个人 和这本书 你看他在这里又记载 他说 朗有青彩 常作一鱼行一雀 前夕白爱之 字写于玉堂后壁 自己写了挂在自己的墙上 又扬石古今瓷画战 石漫青见此瓷 使画工彩绘之 作小图景 就是说这个作品呢 他的画面感很强 画面感很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 这宋代人对他的喜爱 大家在 你再欣赏一下 你再想一想 他的这种画面感 下面我们讲第二个人 这第二个人 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人 范仲淹 范仲淹这个人呢 过去都被说成是 士大夫的楷模 当然今天我们也不怀疑 他是楷模 我现在要说明的是 范仲淹这个人 也有很多独特的经历 你比方说最初 他并不信范的 他本来信范 有一段时间不信范 然后再信范 你看他这个幼姑 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去世了 去世了 他的母亲就没办法 没办法怎么办呢 嫁人 嫁人 为了自己的儿子而嫁人 嫁给一个姓朱的 所以就 那范仲淹 你就跟着姓朱啊 你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 你填表叫什么呢 朱月 姓朱 明月 后来进士基地了 做了广德军的私立参军的 后来还做了 伯州的节度推官的 然后跟皇帝上奏章 说我本信范 我现在要恢复范姓 而且我还要把我母亲接回来 皇帝说 同意 接回来了 所以范仲淹的母亲 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每当我讲到范仲淹的母亲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另外一个人的母亲 谁呢 韩玉的母亲 韩玉的母亲 韩玉也是很小的时候 他父亲去世 去世的时候 他母亲嫁人 母亲嫁人没有把韩玉带着 没有把韩玉带着 那么韩玉是由他的哥哥和嫂嫂养大的 所以在韩玉的文集里面 从来不提他的母亲 根据我们对韩玉的了解 他可能对他的母亲内心里 是有恨意的 他给别人写了那么多的母字里 给别人写了那么多的文章 为什么自己的母亲就 吝啬到一个字都不提呢 他可能觉得他没有得到母爱 所以我就由这个范仲淹的母亲 和韩玉的母亲 我就想到了中国古代 很多著名人物的母亲 一个人要成长 母亲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说孔父子的母亲 孔父子的母亲 比他的父亲小几十岁 当年他的母亲只有十六岁 他父亲有六十二岁 他们叫野和而生孔子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天才 是野和而生的 野和而生孔子 孔子的父亲个子很高 是一个大历史 叫熟良和 所以后来孔子不是个子很高吗 孔子要是用我们现在的标准来 和量多高呢 一米九 他父亲是个大历史 他父亲力气大呢 多大呢 力能扛顶 山东大历史 他母亲就是因为崇拜他父亲 他父亲当时相当于一个乡长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街道办主人 官也不大 但是可能长得很俊伟 有力气 所以他母亲崇拜他 要不然怎么会16岁的一个姑娘跟62岁的一个男人也和了 生下了一个天才 但是没有多久 孙良和就去世了 他父亲去世了 去世了之后 那孔父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长大的呢 他的母亲带着他过日子 所以孔父子说 无少也见 就我小的时候啊 很贫贱 社会地位很低 你想想 他父亲去世了 他的母亲又没有一个正式的身份嘛 那么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一个 这样一个孩子 她是很不容易的 后来 等孔父子成名之后 她才把她的母亲的坟 和她的父亲的坟啊 合在一起 那就说她的母亲可能就是一个 不是她的父亲的那种正常婚姻里面的女子 是正常婚姻里面的女子 怎么会有一段时间 她都找不到自己父亲的坟 后来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 然后把自己的母亲跟父亲合照 这是第一个母亲吧 这母亲不容易啊 她把儿子亲自辅大 如果她没有责任感 所以心想 我跟你收两盒 浪漫的一次 是吧 生下孩子 你都死了 你们家里又不接了我 那我就不管了 你要不管 中国就没有孔父子 中国没有孔父子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古人说天不生重礼 万古长如夜 就像一夜晚一样 万古长如夜 老天爷要是不生下孔父子的话 我们现在还在黑暗当中摸索 这是第一个伪人 第二 孟子的母亲 这大家很熟悉吧 孟子的母亲的故事被现在中国人民普遍仿效 为什么呢 就是不停地买房子 只要是在学校附近的房子 不停地买 所以那些奸商们呢 就因此而发财 都是打着学校的这个资源 打着这个牌子 我们这个楼盘呢 靠近某一个中学 靠近某一个小学 于是那些母亲们就学孟母 买房子 买在学宫附近 孟母三千 但孟子的母亲也是成功的 这都是寡母 这是第二个寡母 第三个寡母就是我说的 韩玉的母亲 这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但我又是想啊 也许他当年想把韩玉带走 但是他寒假的人不让他带走 也有这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一走了之 因为韩玉的父亲可能年纪很大 他死了嘛 这老婆还年轻嘛 那就嫁人了 所以究竟情况怎么样 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知道的是 韩玉从来不提他的母亲 这第三个 第四个 第三个母亲了吧 第四 欧阳修的母亲 这个欧阳修啊 也是很小的时候父亲去世 其实他的母亲这不容易啊 他母亲亲自教欧阳修 教穷到的什么地步呢 穷到家里根本就买不起 纸笔墨烟 用什么东西来做笔呢 因为他烧火啊 用的是芦苇 这个芦苇的芦苣啊 他烧过了之后呢 他不是像一个碳一样的吗 他就拿出来在地上写字 教欧阳修 所以我又是讲 中国文学史上的这几个母亲呢 都可以值得我们好好地研究 第一个母亲是伟大的 是吧 孔夫子的母亲 在艰难困苦当中 把这样一个天才人物 培养长大 第二个母亲也还算伟大 木木三千嘛 这韩芸的母亲呢 是一个悲剧的母亲 可能他有没有想到 自己的人子今后 会有这么大的出息 第四个母亲是欧阳修的母亲 欧阳修的母亲 虽然她是寡母 但是她是幸福的 她一直爱着她的丈夫 她就是因为 她的丈夫一直活在她的心里 她知道她的儿子今后 会像她的丈夫那样子 所以她很有信心地培养她 我有时候经常遇到一些 要离婚的人啊 他们要离婚啊 有时候跟我谈心啊 我就建议他们不要离 我说你离了之后 你就会对你的孩子造成伤害 你至少要把你的孩子 把他培养到上大学 他要上个大学 他就有独立性了嘛 这样他心里成熟能力就可以了 到那个时候 你再去离嘛 是吧 你先要做出一点牺牲 那谁叫你事先 你不把你的婚姻搞好呢 你既然你事先没有把你的婚姻搞好 那你现在就要付出代价 你不能因为仅仅为了你个人的幸福 你把孩子认得不管 我们知道现在社会上 很多单亲家庭的孩子 他是很不幸福的 所以我经常劝他们 我劝他们的时候 并不是站在卫道者的身份 更不是站在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身份 我是站在人才学的角度 人才学的角度 对不对 你说你这母亲走 然后我怎么办呢 我就拿欧阳修的母亲 拿韩瑜的母亲 拿范中烟的母亲 拿孔夫子的母亲 拿孟子的母亲 这五个母亲 我说你们选吧 你们要做哪个母亲 你们总不至于做韩瑜的母亲吧 很有效果 是吧 你自己把婚姻搞错了 你肯定要付出代价嘛 你不能说一结婚之后 发现婚姻不幸福 马上一走了之 然后把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扔到家里 那怎么行呢 大家没责任干嘛 所以我们这婚姻要好好选择 你错了你就要付出代价 但现在有些人都散婚 这八年后都散婚 是吧 那就害了那些孩子们 使得孩子们没有接受到正常的教育 没有感受到正常的父母之爱 那么今后他就会偏狭 自闭 他就很多的毛病都出来了 所以我今天借这个机会 借介绍范仲淹的母亲的机会 讲了历史上五个伟大人物的母亲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就我说的这个课题 去好好的进行研究 它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谢谢大家